大家好,我是曾庭中12001基金的代表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Cheng from 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今天我们集合在这里 我相信最主要最大的目标就是要传达 很清楚地传达给自己出道两个讯息 第一个讯息就是我们人民坚持反对Ladies in Malaysia 第二个讯息就是我们人民准备 与我们每个人手中的一票 来确保在来界大险 把Lainers赶出马来西亚 各位,除此之外 今天我们集合在这里 就是因为我们要传达一个信息给我们人民知道 要提高人民对Lainers西土厂的省洁 因为我们坚信如果我们人民知道Lainers西土厂所带来给我们的伤害 对我们的环境的伤害 对我们人民在生活中 在我们的健康中造成的伤害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每个有理智的人都会反对Lainers 各位,在全世界 西土的机场出产 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对西土的需求是很大 反而中国比这些西方国家的需求是低很多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西方国家 先进国家不准备把这些西土体炼厂 见识在他们本身的国家 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厂会造成环境很大的伤害 也中国在30年前 因为他们对这个西土的信息 西土的资料不大了解 也因为他们需要外国的投资 所以就做出了一个很错的选择 就是把西土厂见识 很多西土厂见识在中国 但是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中国的环境受到很大的污染 很大的影响 也人民的生活健康也受到影响 所以目前中国已经醒悟了 他们要限制这个西土的出产 要降低西土的出产 同时他们也要禁止西土的出口 所以现在这些先进国 他们拿不到中国的西土他们怎么办啊 他们就开始尝试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建设西土厂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LINAS就找到关灯 想把澳洲的西土厂 体炼厂见识在关灯 把他们的原料从澳洲几千个公里 运到关灯去体炼 这证明什么啊 这证明澳洲政府本身都没有这个意愿 把西土体炼厂见识在澳洲 他们本身的国家 西土是用来做什么了 西土是用来做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啊 一般上有出产西土的国家 他们本身国家都有这种高科技的工业 对西土有需求的 没有办法之下 他们才把西土厂见识起来 但是我们马来西亚 什么情况啊 我们根本没有这类似的厂了 没有这些高科技的厂 对西土完全没有需求的 那么在这种的情况之下 我们很不解 为什么我们政府坚持要把这个体炼厂见识起来 体炼西土应出国给其他 给人家用给外国用 剩下来是什么啊 是非料 有辐射能够造成伤害的非料 所以在这个科技上啊 我们觉得很不可适宜的 因为除了两三百个这个就业的机会啊 我们国家完全没有利益的 包括税务也没有 因为政府已经给了 给了这个欧洲LINOS啊 十年的免税啊 就是十年里面啊 我们税收都不可以收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 我们人民不会接受LINOS的 会坚持反对 因为这个国家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民主的国家的意思 就是我们选我们的政府出来的 所以政府应该要听从人民的话 政府应该要辅顺民意 如果政府做的不好 没有忠视我们的看法 在这个民主的制度下 我们有权利把这个政府换掉 所以我希望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民 在来自大选啊 能够 以我们每个人手中的一票 选出一个我们要的政府 一个真正以民为本 辅顺民意的政府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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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